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We believe that everyon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breaking barriers for a better tomorrow. 陳俊盛 傑森 宏盛 宏盛集團董事長回想2014年加入集團 就從虧損200多億到順利轉虧為盈 連牛津大學也驚豔於這份成績 邀請他到校主獎如何逆轉勝 他努力提升宏盛品牌 進軍電競產業 設立A Corner 創意研發中心 積極轉型 鼓勵內部創業 求主 為我們加力 求主成全 陳俊盛在2018年走進教會後 勤讀聖經 常常問主 我可以做什麼 即使手上只有無饼二餘 只要相信主的代理就能公益需求 在荒漠中遭出甘全 朋友們你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在台灣非常有名的科技產業 國際上雖然非常具有競爭力 但大部分都還是以代工為主 自由品牌少之又少 而今天來到我們現場的來賓 就是台灣自由品牌 Acer的董事長陳俊盛 Jason哥 你好 Jason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真的非常歡迎您過來 而且今天您來之前稍微再了解一下 您過去的經歷 我才發現雖然現在大家熟悉 你的身份是在Acer 但其實過往也去過IBM 也待過Intel 也待過台積電 第一個聯想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小時候就已經特別優秀了 我只能講說主先愛我了 其實我正常在一個很平凡的家庭 是一個公務員的家庭 我父親只是一個基層的公務員 我母親做家管 貼補家用 然後我們就是很平凡的家庭 都一路去公立學校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公立高中 公立大學 就這樣子出來的 我還記得我在讀書的過程當中 最後要出國的時候 我媽媽還得去借錢 我才有辦法出國去奪一個碩士 所以小時候父母親對你們的教養上 有沒有特別重視的 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台灣很多家庭都是有打罵的行為 我們家都從來不打罵的 就是講很多道理 講很多道理 就好好跟你們溝通 對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跟我弟弟兩個人吵架 媽媽還特別用一個繩子 把我跟我弟弟兩個人 母子綁在一起 然後跟我們弟弟講說 你們兩個就是這世界上最親的兄弟 你們怎麼可以吵架呢 你們就要這樣子綁在一起的感覺 我到現在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感覺起來算是好像有一個強制性的行為 但是媽媽跟你講的話跟那個畫面 想像起來其實是很溫暖的 我記得一輩子 對 所以傑森哥你自己從小的個性 是那種小時候就覺得說 我長大一定要怎麼怎麼樣嗎 的那種孩子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小時候只是在學校裡頭想辦法跟上 然後考託服 讀書當兵 一路都還算順遂 所以我說主是先愛我的 那當時在美國念完研究所畢業之後 就在當地就直接就業了 我大部分的職業都在台灣 一直到了英特爾以後 英特爾把我外派十二年 所以在十二年當中 我去過大陸待了幾年 那在大陸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銷售師到大陸 所以就開辦公室 去那邊就是要開辦公室 找頻道找客戶 然後把它做起來 我還記得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我做了二十萬美金的生意 我在那邊待了四年的時候 我到離開的時候 那一年我做了2.2 billion US dollar 天啊 我覺得要算幾倍 都要稍微數學算下來 對 很大一個成長 然後從我一個人去到 有幾百個人的團隊 然後到幾千個我的經銷商代理商 我都自己一個一個 跟他們做training 然後到了新加坡去以後 又是面臨一個不一樣的挑戰 因為開始有各種各社人等 從中南美的到歐洲的 到美國人到澳洲人 到紐西蘭人 到新加坡人在亞洲人 report給我 這個時候我還記得有一次 印象很深刻 我在做communication meeting 我在前面講 底下就有一個美國人在那邊搖頭 搖頭 我都不知道他搖頭是什麼意思 是覺得我的英文不夠好 還是我講話內容不夠精彩 還是怎麼樣 那時候就開始 開始有一點信心上的懷疑 就有壓力 就開始有壓力 但是實際上後來證實 其實這個壓力也是不太需要的 因為在沒有過多久 我又被提升到香港去通管整個亞太地區 成為亞太地區的總裁 也是Intel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從本地升上來做亞太地區總裁 開始順手了 我被提升到美國去 就通管全世界的sales marketing 各個region的總裁通通report給我 在那個當下還記得當時 例如說接到通知電話 或什麼樣的方式通知告知影響這樣的訊息 自己心裡頭會有 還記得那個反應嗎 其實Intel總部讓我去美國 已經跟我講了好幾遍 然後我跟我太太溝通的時候 她也都說不要不要 她不願意啊 她在香港已經過得很舒服 那她當時就跟我說 除非你去做你老闆的工作 那她在心裡想說反正不可能 那後來我接到電話 一個禮拜六早上 我接到CEO的電話 她跟我說 她好到美國 我就說 to do what? 去做什麼呢? 她說 你的老闆跳槽 卻有primate to當CEO的 我現在要你來做你老闆的工作 Wow 那我就說 好我得想一想 然後我跟我太太講 她就掉眼淚了 她說我不要去 太太本來想說給你一個很難過的坎 結果沒有想到給你這個難題回來 你這樣跟她講 你覺得她反應就立刻掉 對 因為我們已經搬家搬了好多次好多次 從台灣搬到大陸 再搬到新加坡 搬到香港 但沒想到還要搬到美國去 而且每次搬都是跨國這樣子搬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朋友圈 不同的社交 雖然我的工作來講 都是在同一家公司裡頭 但是我們家庭的朋友 就變得非常多的變化 對小孩子的學校教育各方面來講 壓力都很大 不一樣的挑戰 真的 真的 像您自己真的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去美國念個碩士回來 要進入職場 在這麼大的一個國際品牌當中 咻咻咻這樣聲 你自己本身在職場上 當時面對的最具體的壓力 或挑戰會是什麼 到美國去的時候 我還記得 我第一個communication meeting 就是在美國的site 在美國總部那邊 所以員工聚集在一起 我們的員工大會 那我在上面講 講完以後就 我說any question 只有有人舉手 那個問題就是 why you 在intel這樣的公司的文化裡頭 它是非常強調 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 也就是說 要能夠結構性的對立 對抗 所以大家講話都很直接 真的也太直接 你憑什麼 憑什麼是你 因為當時也有很多優秀的人 那我在美國的時候 大概有15個direct report 中間有6個 以前是我老闆 這種情況底下 壓力很大耶 其實 我就到美國去 然後就 而且我也不是什麼小留學生 也不是在美國出生的ABC 我就是從台灣這樣長大 他們就說 why you 然後我就要能夠 講得清楚 說得明白 我還記得我當時講說 我坐在香港 看我們銷售價值 下跌成了一個石頭 我不知道你們有幾個孩子在家裡 我帶了兩個孩子在家裡 他們很餓 那时候我刚接亚太地区总裁的时候 亚太地区占整个英特尔大概26% 等到我四年之后 我要去美国之前的时候 亚太地区已经占英特尔 46%将近一半的生意 都是亚太地区发生的 所以对美国总部 后来我来想 他们也算是相当的自然 就是这个最大的 这个最大的 数字拿出来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后来就让我过去 然后我去了以后 跟他们讲说 我不知道你们小孩是不是饿 我告诉你 我的小孩子好饿 那他们底下就大声鼓掌 大家叫好 从此大家合作起来都相当的 如果这成绩能够拿得出来 中间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想就是在工作上面 是不是也工时很长 你自己的工作态度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没有说怎么加班到半夜什么 其实没有 我只是有很多的旅行 其实从大陆的时候就开始 从大陆的时候 我几乎每个礼拜 大概礼拜一晚上开始飞 然后一天飞一个城市 到礼拜四晚上回到北京 礼拜五在办公室上 礼拜二三四 就是三个城市 就开始开城市 开不同的office 在不同城市找经销商 找代理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做记录 我一年52周里头 大概只有四个礼拜没有飞 可能是过年什么什么没有飞 其他时候每个礼拜都飞 都出差 到美国去就更夸张了 到美国去的时候 它是隔周飞 一个礼拜在总部 一个礼拜要出去 出去的时候 全部都是有时差的地方 不管是到东岸 你差四个小时 到中南美四个小时 到亚洲 可能九个小时 到欧洲 每次都是时差 那我就不断在调时差 后来就发现 不用调了 为什么 就是你身体 已经乱掉了 那也是很累 那十几年的时间 也是很辛苦 虽然不是大家想象 说什么加班到三井半夜 不是不是 体力 但也是很辛苦 对 体力很重要 体力很重要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stretch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保持说 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先去gym 先运动 要不然你撑不住的 我现在跟我的助理们一起谈 当每一个国家 大概都会有 六到七个不同的行程 就一到就 开始 这些没有停 没有停 一直到晚上 回到hotel 放心下来 我还可以做email 天啊 这就是董事长跟CEO 每天在过的日子 非常的充实 这个没有主宰的话 才是太难了 从Intel 全球副总裁 到台积电最年轻的资深副总 陈俊胜战机十分辉煌 常年以来密集的工作行程 海外商务飞行 对他来讲是家常便饭 令人意外的是 2014年 他选择加入宏极集团 而那一年 正是集团处于危急存亡的 关键时刻 因为当初其实 Jason joined来之前 那时候 2014年 2013年底 两个月换了三个CEO 所以其实公司的状况 其实非常的 我讲混乱 或者是 其实底下的team 不太知道方向是什么 所以大家对他有个期待 是因为 在这些公司里面 他们在业绩的position是高的 所以我们也觉得 以他的背景 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 新的选择的机会 这是我们的期待 那当然他那时候 也很快地就跟我们谈 然后他去看一个总体的状态 然后他也听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听 那时候的机会在哪里 所以他也用他在过去 在这个业绩的position 然后去重新定位 所以这是很短的时间 几乎来第一个礼拜 他就找我们谈 谈完之后 他也觉得很清楚 这个机会在这 所以他就很快就第一 从来身上 我学到说 事情发生了 问题来了 我怎么样可以 很快地收集资料 然后很快地判断 然后下决定 然后勇敢地去做 做了之后 当然不会事事完美 有不如我们意义的地方 我们要赶快去补救 不要后悔 最不需要就是后悔 最需要就是把事情补就好 把它完成 工作经验里面 他也历练过不同的区域市场 所以对他的眼 我觉得 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从学术到工作 不断的转换的背景 所以他能够 很从容地来看待事情 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 而且他看的角度比较广 所以在引导我们 在做这些转型的时候 其实我的感觉是对他的眼 算是游刃有余 所以我们这些没走过那条路的 会觉得旁边下出一条冷汗的 但是在旁边在前头带路的那个人 其实当他非常坚定的时候 也是会觉得心也心安 只不过我也蛮好奇 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聊 在Intel那个时期 那个时候你也是做到了副总裁 对不对 对 我做到在总部的 corporate vice president 对 为什么已经做到这样子的程度了 那时候会选择 后来是到台积电 还是中间转折的过程 中间有一个机会到台积电 其实不是一个机会 因为台积电 初期刚开始跟我联系是 我刚到香港去不久 所以已经跟我联系了大概五年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后来我们就谈谈谈谈谈 谈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回到台湾来 要不然我在想 我可能就回不了亚洲 我就要在美国一辈子了 所以就回到亚洲来 就进入台积电 所以就你自己本身来说 你是想要回到亚洲的 全家都想回来 对 就是常常出差不再 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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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孩小 那我太久一个人 要照顾两个小孩 然后尤其是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跟 support structure都不一样 这个其实对整个家庭来讲 压力很大 那回到亚洲来 当然是哈利路亚 又回来了 太好了 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家 自己的亲人所在 而且双方父母都也不老了 我们也是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父母亲 再走最后一段 是让我这辈子 最不后悔的事情 然后在台积电 又待了几年的时间 八年多快九年的时间 那也有一段时间 然后才又到了Acer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中间 有一段时间是 我想要回香港去的 因为其实我的家人 都在香港 就我一个人住在新竹 我以为回亚洲是 大家都回到台湾 后来我儿子去美国读大学了 然后我女儿跟我 女儿就去香港读高中 我太太就去香港 那变成我一个人在新竹 那也很辛苦 那我每个礼拜就要飞回香港 我每个礼拜要飞香港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的生活品质其实没有很好 就我一个人在新竹 那当时觉得非常孤单 就想说 那我想要回到香港去 那当时张总盟 董事长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 Live of absence 就是留子庭心 那施政荣先生 他是台积电的 Fall Member 所以他也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就极力邀请我到宏基区 因为当时宏基刚好有一些状态 就刚刚提到的 在两三个月当中已经换了 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个CEO 我觉得可能是 这个他的管理团队已经不稳定 对 的情况下 那公司在一个不容易的情况下 我进入这家公司 可是当时您想要离开台积电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家里头的关系 对 那你如果只是从台电换到宏基 还是家里头还是在香港啊 当时施政荣先生 非常非常general 是给我一个offer 就是我在香港 也可以有一个office 因为ASA 它的footprint是全世界 它160几个国家都有operation 所以台积电在香港 是有办公室的 所以我可以有一个办公室在香港 所以我变成是 一个礼拜能够在香港几天 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进入到ASA这个阶段了 然后您刚刚提到 刚才进去就是很不稳定 我在2014年进入宏基 在2013年的时候 公司大赔了两百多亿 所以 而且它是连续赔了三年前 它并不是一个exident 它是一个continuous的 的loss 毕竟这个数字这么的惊人 您刚刚提到是两百多亿的亏损 对 所以要选择这样的转换 我在想你心里头应该也 多少有一些挣扎 对 有许多的挣扎 当时 事先一直跟我联系 一直跟我联系 然后我就反反复复 我一直到有一个朋友 是我以前在intel的同事 他还特别飞到香港去 因为当时我已经住在香港了 那在半岛那边 他就跟我讲说 宏基其实在台湾的ICT的industry 算是一个相当ICONIC 是一个ICONIC的company 那如果这家公司倒闭的话 大概对社会民心会有冲击 那这句话有达到我 所以我就 我就说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希望说能尽全力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一旦我决定了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 我也建议所有人 当你要做一个DRASTIC CHANGE的时候 一定要做白日计划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100天的计划 前100天我要做什么 我都把它写下来了 就是还没有真的去之前 我就准备好了 其实不是by days 是by week 我第一个礼拜要做什么 第二个礼拜要做什么 第三个礼拜要做什么 所以刚刚Chief 你在讲的时候 他讲说你进来的时候 马上第一个礼拜 动作非常快 因为其实我都已经先想好了 已经都准备好 前100天要做哪些事情 100天之后 局势就已经稳定了 但心情上面 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忐忑 听起来您是抱着一个使命去的 尤其感觉起来 对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抱着像这样的使命去的 进去前是不是还是会觉得 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毕竟这公司这么 我当时没有这么想 一定要可以 一定要可以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起来 而且有极大的信心 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信心 事后我再回头想 主的道在我们道指上 是主的带领 让这一切能够成全 所以我是一个alliance 我是跟大家做朋友的 做alliance的方式 跟各个部门的主管 跟我们的员工 要做alliance 是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理想 大家 是盟友 我们一起做 盟友 我们是盟友 我们一起想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说 我在上你在下 那你做我叫你做的事情 不是这样子 洪基很厉害的地方是 我们的散热技术 光是散热技术 洪基有300多个专利 在这些专利里面 就是让半导体的效能 能够完全的显现出来 初期加入洪基的陈俊胜 如何转亏为盈 成为最大课题 拟定百日计划 寻找机会点 努力开创洪基品牌新局面 开发出全台唯一 沉浸式的座舱电竞座椅 转类点是到2014年 那时候刚好Jason进来 他开始interview TA 那其实我在第一轮就进去 给他interview 他有问一些问题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记得很清楚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看到公司的机会点在哪里 他没有问我说 我看到公司的问题点在哪里 那我就跟他聊了很久 那我觉得这个老板有点不一样 可是他进来的时候需求是 几乎是平盘或往下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乐观 真的会影响大家 让大家觉得说 不要再去 所谓怨听有人说 为什么PC不grow 那PC是一个这么大的市场 那在这么大的市场里面的 细分市场有没有机会 所以他的这个 鼓励方向的这个动力 然后推动大家的那个动力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 当你在一个大环境里面 像我是一个很支撑的员工和主管 你总会看到很多问题 但是他就说 就有点像我们常常说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吓得不要跟直走 对不对 直跑 那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电竞相关的事业的时候呢 不管他是做这个lifestyle 做这个周边啊 或甚至我们跨足到一些游戏机的代理 或是不同的电玩生意时候 事实上我觉得最爱学 就是跟着Jason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如果把眼睛放宽 把形容放大了 那我所看到的 就不是只有电竞的电脑而已了 而是我看到整个跟电竞电玩 甚至动漫这些 有可能年轻人的生活风格的一个市场 而这样子就为我们开创出 不同的这个机会 您那时候带Acer 一刚开始就已经列好 那个白日计划了嘛 然后也很快在隔年 就已经转亏为盈了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不瞒您讲 所有人 其实我事先也已经知道了 通通跑过来跟我讲公司有什么问题 是overwhelmingly 甚至有人给我几个page 写好的画重点 用不同的color code underline 说公司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就看一看 好 先收起来好了 因为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 在座各位有哪些 在曾经在其他公司做过事的 很多人说我们在别的公司做出 那以前你们家 你们的公司有没有问题 有啊 有啊 哪个公司没有问题 哪个公司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再讲问题了 我们先来看机会在哪里 我们怎么样极大化我们的机会 那我们就identify了 这个公司其实最大的value 我们公司最大的asset 就是我们的品牌 跟我们在全世界的fullprint 我们的channel 我们有160个国家有operation 这个做得好是公司很大的资产 做得不好 它是很大的成本 是liability 所以如果没有做好 它就钱一直出去 就一直赔钱 那你做得好 它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渠道 那所以我们在里头 就想办法 identify 我们的opportunity 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三年计划 我们现在每三年有一个计划 那第一个三年计划呢 就是首先 先要把我们的品牌价值提升 因为品牌它有品牌的知名度 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有知名度 但是品牌本身有没有premium 有时候它有没有价值 它有没有价值 这个呢 其实是努力的空间 那这上面呢 我们就决定了 我们用电竞这件事情呢 让我们品牌的价值来做提升 那另外也很好奇 您那时候进到Acer 我在上面看到 您是一个人去的 你也没有带什么团队 也没有带助理 这些都没有 没有 我记得当时 宏记董事会在跟我讨论说 我是不是到宏记去做CEO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问过我说 你觉得怎么做 你觉得怎么做 这是理论上应该怎么做 那我说当复杂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简单的理论来做分析 我当时就用了孙子兵法手记篇 就是事情要处理一个复杂的事情 第一个现在要有道 你要把principle 你的strategy 你的方向 你的mission 你的vision 非常清楚 那我用英文解释 我当时要用英文讲孙子兵法 因为当时我们的部门组里面 有一个英国人 所以要用孙子 workbook first chapter executive summary number one principle number two leaders 这个macro environment self position 然后一个一个讲下来 我就照这个方法 一个一个来做分析 大家在这个逻辑 在一个很清晰的structure底下 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做 而不是因为做而做 而是他知道其实后面的rationale 那常常秀 bigger picture 给所有的员工来看 所以每个人知道 他并不是只是在锁那个螺丝底 而是看得到大的 picture 我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 然后刚才我们在看这些员工 在讲 在提到您的这个 过去跟你互动的经验的时候 你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说 他现在干不干嘛 他以前怎样怎样 他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是在想说 您跟他们之间的 跟同事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实是非常好的 其实那些董事会也问我说 How do you describe your own leadership 自己也清楚 我自己的 leadership style 我就直接回答说 我是一个alliance 我是跟大家做朋友的 做alliance的方式 跟各个部门的主管 跟我们的员工 要做alliance 大家要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理想 大家是盟友 我们一起做 盟友 我们是盟友 我们一起想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说 我在上你在下 那你做 我叫你做的事情 不是这样子 而是你想做什么 我来怎么帮你 所以第一个 show direction 第二个 be supportive 第三个 其实leader 还是要demand the support 我既然有方向 我就要求大家 要跟着这个方向走 而且你看起来 这是对于年轻人 很愿意培养年轻人 然后推他们一把 让他们鼓励他们 在内部有一些不一样的 开创的事业 甚至都可以展开 年轻人很重要 但是中年人也重要 都重要 因为年轻人有很多的巧思 他对外部的环境 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有的technical system 我的技术助理 那这个制度呢 是当时Andy Groff 在Intel的时候 他的设立起来的 他当时的MQ News 在美国矽谷的 《水星日报》上面 他有一篇文章 他叫做 Mentorship is Bullshit 什么师徒字 这胡说八道的 没有什么师徒字 尤其在我们高科技产业里头 我们的target audience 我们的客户呢 都是年轻人 我们做决策 都是中老年人 你怎么会了解 你客户真正的需求 你当然需要有一个人 跟你 pair up 这个是一个年轻人 他跟你 pair up 那我们两个呢 是互相学习的一个互动情况 所以我的技术助理呢 等于是对我来讲 其实他是Advisor 他在跟我讲说 年轻世代想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什么 而我对他来讲 他从我这边学到的是Manner 不是Table Manner 吃饭这个Table Manner 而是如何应对进退 以及思考的逻辑 所以您现在来分析 能够带领宏基最后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等于一两年的时间之内 就已经转亏为赢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能够抓得住市场的动向 能够抓得住市场的动向 同时了解说我们可以做什么 因为赚钱的方法很多 但是不表示我们赚得到 所以有些跟我们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公司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competence 到什么程度 这个也是自己掌握 很重的一部分 要不然你是看得到 你不见得吃得到 陈俊胜带领宏基 经历逆转胜的神迹 过程中不只稳住本业 更找出许多突破点 而这几年 因着认识上帝 每一天的祷告 带给他许多启发 带领团队一一突破 创造出许多 意想不到的崭新局面 我感受到说 他的这个工作 生活跟信仰 基本上对我也是三位一体 所以像我们在这个 我们有时候 要跟他一起用餐的时候 事实上他每次用餐的时候 他都是非常专注地 有在做祷告 那祷告的议题呢 不管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或是生活上 或工作上的事情 其实都是他每天会 这个祷告的这个内容 他把很多事情都交托在祷告上面 然后提名祷告 或者是为公司的事情祷告 其实我觉得他不断地去依靠神 他想要去求神给他智慧 然后让他能够去 去用神给他智慧去做发展 然后定策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能源 跟动力的来源 我觉得神很早就拣选他 而且神有跟他同在 所以当他第一次到教会 听到牧师的话 事实上我认为是神 透过牧师对他说话 所以他被牧师的话触动 因为这个触动 回想起他的 在职场上的工作的经历 经验 这些成功 这些荣耀 这些挫败又回复 等等的 我觉得他认定 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现在的Acer 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 就是做PC 就是做笔记型电脑 还做了很多像AI之类的 其他的开窗 对 是的 我进去以后 我就很快发现了 公司赔钱赔罪 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手机事业 已经做了17年了 但从来没有赚过钱 他免得还要赔很多钱 最后我在考虑所有的 综合考量之后 我们就决定了说 把这个事业停掉了 就把这个团队的人找来说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我们lay off 大家都各自找工作 另外一个 你们自己找出路 你看你可以做什么 这些团队的人 他就开始发想 我们可以做3D camera吗 还是可以做wearable吗 他们做了几个产品之后 就做出了这个产品 这个是跟梵蒂冈合作的玫瑰念珠 在做天主教的玫瑰念经的时候 他每转一个珠子 他会翻页 而且我们还申请了一个专利 当天主教他胸前化石的时候 这个motion detection 他这个APP会在他的手机 或者他的tablet 他的平板 他就会起来 背景音乐就出来了 所以玫瑰念珠 这个我们跟梵蒂冈一起发表 然后这个可以充电的人 这是无线充电 这个就是无线充电器 要不然只是 这是一个摆得好看的台子吗 这个无线充电器 在我们的电竞做了这么多以后 我们就发现说 每次我们做电竞比赛的时候 就会有做饮料 能量饮的公司来赞助我们 我们在想说 能量饮在便利商店买 一瓶都要几十块钱 他都每次搬很大桶来 然后随便我们喝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也没有多久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赚了这么多 他赚了这么多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做 也做饮料呢 所以我们也开始进入饮料 电竞能量饮这个领域 看起来好像都跨很大 但实际上是有连接的 都相连相连 我们就是靠着我们的本业 我们的mainstream business 开始长出我们的新的business engine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说 那我们新做这些事业 我们其实必须把它优化 优化到他用他自己的方法 他这个产业的方法 他自己独一 而不是用PC的方法 来做饮料的生意 这是不会成功的 要optimize它 那optimize 要怎么optimize它 我们就想说 那IPO是一个很好的 它有很多的quiteria 这是很好的methodology 很好的方法 让你的事业 能够优化到一定的程度 它才有办法过那个卡 所以我们就用IPO来做 我们是不是够optimize的 一个checkpoint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八个上市会公司 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今年还希望能够多几个再上去 这段时间 你带着品牌就逆转身 这样子 然后现在又开展了 这么多新的可能性 其实想要特别请你 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其实这一段时间 也是您进入到基督信仰的 一个阶段 是的 所以刚开始是怎么跟基督信仰有连结的 有接触的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是朋友带我去教会 然后去教会听讲 在第一次听讲 应该讲 在更早以前 当然都去过教会 因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也去教会 也去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感动 但是回到台湾之后 这三年以前 有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 在牧师讲道的时候 牧师 他说 他其实也不知道 我那天有去 那他就说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成功人士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你周边周遭的人 你是最聪明的那个吗 这我一想 我今天在台积电的时候 我的旁边 我周围 甚至我report给我的人 都是博士 都是Ivy League 都是名校的博士 我是一个州立大学的MBA 那为什么是你 那你是最努力的那一个吗 我一想 大家班 拼什么什么 我经常都是 五六点钟 我就在那边按电梯 我要准备下班 因为我住在新竹 很早要 要把我塞车 你是最努力的那一个吗 我也不是最努力的那一个 我也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 那为什么是你 一切都有主的安排 那我就非常大的感动 所以当天 我很快的就跟牧师说 我希望受洗 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去 然后就听了一篇信息 受到感动 然后就说我要受洗这样子 太太也跟你一起吗 对 太太跟我同一天受洗 我非常深切明白 我需要从信仰 从基督 知取 力量 才能够再往下走下去 因为主的大路 在我们的道理上 一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在心情上面 有没有什么 立刻感受到都不一样吗 我做任何事情 包括我的信仰上面都一样 既然要做 我就要做到 做到好 做到底 做到满 所以我就很快的 我记得当时牧师跟我讲说 你要当一个好的基督徒 要第一件事情 赶快先把圣经 快快先看一遍 所以我看到这个圣经 哇 太好了 这么大本 因为我在台积电 就训练了 习惯要读大部 大部头的书 一看这一本 这个好 这么大本 这个大本 这个好 一看 哇 看看 怎么这么多 一看2500多页 我说哇 这跟一般的书不太一样 一般的600页 就算是大部头 我看了三个多页 我把圣经快快先翻过一遍 之后再慢慢好好的拒绝 快快翻过第一遍的时候 心里头有特别的感触吗 因为很多人在教会 非常多年 我们都常常开玩笑说 就是连埃及都出不了 但埃及就要绕很久了 这样子 非常大的感动 那时候就有很大的感动 对 因为 我其实在一边看的时候 一边在问牧师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我常常发WhatsApp给他 这里头是怎么解释的 为什么会这样 让我明白到 这个基督的信仰 不是一般的哲学 一般的历史 一般的迷信 它是一个真正有见证 是一个几千年的 累积的文献记录 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 不会有一个文学作品 或是一个哲学的理论 它能够真正 能够把它写得这么清楚 完整 这么完整 而且有不同角度 包括在新约里头 它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使徒 记录一样的事情 但我一刻开始想说 我是怎么事成相似 我记得我刚刚看过这件事情 刚刚就是水变久 怎么现在又水变久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他是不同的人 记录一样的事情 我连这个都不知道 就四个福音书 对 是福音的时候 我看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不是刚才已经有人讲过了吗 对啊 为什么现在还要再写一遍呢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后来我才明白 那在这里头 有许许多多的见证 我才知道说 原来要仔细看以后 它里头 埋了好多好多伟大的事情 那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成就了许多 再看看这过去 这几千来成就的事情 我们真的是太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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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通常祷告得到应许 不会只有一个应许 会超过我们所求 我们所想 所以还会有恩典 我们再把恩典也记下来 所以我现在已经记了300多个 所以你现在还有编号就对了 我写到今天早上 还有一个新的应许 我今天早上已经到第363个 董事长报告一下 这就是我们在教会所做的 智能服务平台 那本身在这个平台上面 有三个大模组 就是第一个是APP 因着祷告的感动 宏基集团运用现有的资源 开发教会系统 透过APP关怀 推播合适课程 企图拉近教会与会友的距离 有一次他看到有同仁的需求 其实他也不知道 同仁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他就找了几位同仁 都是基督徒 然后他也找牧师来 然后为同仁祷告 神真的也很厉害 神也知道人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他也就透过牧师的话语 去祝福或去帮助同仁 那在那个时间点 Jason真的是很真情地流露 他也觉得非常非常感谢神 然后他也流下眼泪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在这样的主观里面 其实心痛好像是很硬的 觉得他心血很软 所以我觉得 信主以后的他 因为他知道他是有神的人 让他很不一样 他表现出来了 他的出发点是为别人 那个范畴是徒利别人 可是有神的人会这样表现 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 他虽然非常地忙碌 但是他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 跟我爸爸妈妈问安 然后有一次 我记得我妈妈已经病重了 在床上几乎没办法起身了 他只能很微弱地讲话 那我哥哥就在 就在他的床前跟我妈妈说 很感谢我妈妈 让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 然后很健康快乐的成长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就是爸爸妈妈带给我们的 然后他希望我妈妈 能够心情平和 然后我大哥为他代导 然后希望我妈妈能够坚强 能够在病中也有盼望 然后我妈妈听得很感动 也怕我也泛泪这样子 那他在病中也因此 都得到很多的支持的力量 我都会常常听到 他跟他的儿子女儿讲电话 然后他非常有耐心 而且一讲就一两个小时 我想哇真是不简单 爸爸跟儿女儿这么多话可以讲 我想说这些现在的父母 可能能够讲这么多话的 应该不多啊 我说他们亲子之间 真的是无话不谈 可以讲就两个小时 讲讲不停这样 真的让我很羡慕这样子 林娟你有这个信仰之后 再带领整个团队 是先有什么样眼光上的不同吗 或是个性上 有出现什么样转变吗 我想信主之后 第一个心柔软了 对许多事情的考虑上面 会更有人的想法跟神的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赚钱的方法有很多 怎么样做才是真正可以荣耀神 我们经常祷告就是 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是可以荣耀主的名 因为我心里在想 你可以荣耀主的名 大概不会是太错的事情 太糟糕的事情 才能够荣耀我们的主 我们之所以来这样做 或什么事情不做 并不是你自己喜欢或是不喜欢 而是我所爱的主 他会喜欢还是他不喜欢 是他所喜悦的 他所喜悦的事情 他所愿意愿纳的事情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好好做它 所以从不管是培养人才 不管是公司的发展 一直到有了信仰以后 再往前再推进的时候 我让我的 我夫人跟我一起信主了 我的儿子我自己帮他洗了 我女儿是我太太洗 洗我的女儿 我弟弟在台中他也收洗的 我弟妹也收洗的 对我们家人就越来越多人 受洗进入基督的信仰 同时我们就开始想说 那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们不断在发展 新的事业的过程 刚刚提到说 我们已经做到 有八个上市柜公司 我们还在Prent 今年还有两三个上市柜公司 包括要能够怎么样做到 indispensable 就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公司 当然这个目标非常的遥远 但是你没有这个目标 你是做不到的 那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有这个信心说 我们什么都能做 而且集团里头也有一些 主内肢体大家会一起祷告吗 刚才我特别提到 主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 我们所想的 我们把我们的 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把我们的智慧型手机的事业 停下来 在我们之前要做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我们在不断地付专利 专利费用给人家 要给别人 我们一停下来以后 因为我们17年 我们也累积了不少专利 现在别人付专利费给我们 所以这个是一个very ironic 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是超出自己想象的 超过我们所求 我们所想的 然后刚才有一位是您RPG的弟兄 对 RPG这个过程对你来说 也是很大的帮助 对 我们RPG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就每天晚上祷告 每天晚上 变成是一个很好的discipline 我相信当我们不断呼求 不断呼求 主其实都听到了 主也不断给我们应许 我就把这些应许也都写下来 我就要特别请你跟我们分享 你手上的这个册子 你自己的祷告笔记 祷告日记 我的journal 对 记下主给我们的恩典 主给我们的应许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回头再看的时候 就知道说 其实主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 现在跟未来 每一次的祷告 你就把它写下来 其实祷告的事项 我没有全部都写下来 我是祷告之后得到应许 我就把它写下来 通常祷告得到应许 不会只有一个应许 会超过我们所求 我们所以还会有恩典 我们再把恩典也记下来 所以我现在已经记了三百多个 所以你现在还有编号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写到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新的应许 我今天早上已经到第363个 这对自己的信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基地 会不会 超级大的boost 就是让我们更加的 因为人都会有软弱的事 任何人都会有软弱的事 当这个软弱的时候 再把这些东西翻出来 看一看 对照一下圣经 看看我自己的笔记 增强自己的信心 增强对主的信念 回头可以成为主与我同行的见证 就是数算恩典 数算恩典 非常好的方式 要不然时间过了你就忘记了 就忘记了 全家人都进到基督信仰之后 家里头气氛也感觉有什么样不同吗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说 我们依靠主带领 依靠主带领 我现在每天晚上在RPG 跟我几个弟兄一起RPG玩之后 就是跟我夫人一起在RPG一次 所以已经每天晚上至少两次RPG 祷告完以后我们才就请 然后像早上是刚刚我的儿子 他在欧洲 他要就请前 他又打电话给我 又跟我在RPG一次 因为他的晚上已经早上 对 他已经要就请了 我女儿在香港 他昨天跟我打电话给我 我们也是谈谈谈谈谈谈 到最后我们再一起祷告一下 求主带领求主为我们加力 让这个事情能够进行得更加顺利 所以您自己感觉有了祷告 成为你们生活当中很重要 彼此沟通或站立得稳的一个基础之后 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更加的坚强 更加坚实 而且有一个主在帮助我们 我们有深切的感受到这个Calling 而且越来越相信 越来越知道 到了这个年纪以后知道 有许许多的事情并不是我自己的能力 我自己有这么多的经验 其实还是做不到的 今天这个访谈非常精彩 整个看到您怎么样带着这个集团 整个逆转胜的过程 不过最后还是想要请 Jason哥有没有一些简短的分享 或者是近期之内 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一段经文 可以鼓励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我想 王国伦牧师在能度训练里头 要我们背诵的一段经文 我觉得非常 对我来讲 实时地回诵 实时地拒绝 一直都非常有帮助 就是靠着那在我心理运转的大力 我必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 我们所想的 现在有了信仰的眼光 真的更期待 您刚刚不停地提到 那个容神艺人这四个字 它不只是一个品牌 它不只是一个business 而是能够容神艺人的 是的 帮助这块土地 甚至帮助神的心意怎么样成就 对 我们最希望能够是一个 承接主心意的容器 能够deliver主旨意的vehicle 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 也非常期待看到未来 您带领之下 还能够看到什么样神所做的 又新又美超出我们所想的其他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我非常感谢 陈董事长 Jason 今天所带给我们的分享跟见证 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一个人 都是看到他外在一切的一个成就 和他的一个发达 但是对他的内心世界 他的故事 其实并不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了解 我们知道说Acer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品牌 除了我们看到说 他在Acer 宏基这样子的一个开展 还有他的一个成就之外 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生命当中有一个转折 他转到这一个信仰 那为什么有这个信仰呢 是有一天他在听到的时候 他发现一件事情 圣经说呢 一个人他成功呢 并不是因为他是比较聪明的 或者是他比别人还要努力 其实呢 一个人站在他所在的位置呢 都是当下临到他的那个机会 而这个机会呢 是上帝所给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明白说 这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的话 其实人没有什么是可以骄傲的 反倒应当谦卑在神的面前 所以当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 他就做了一个选择 转向这位上帝 但是你发现Jason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如果做了一个选择 他要做的话 他会尽全力去做 所以他也认真的对待这个信仰 很多人他不是没有信仰 他脚已经跨进那个信仰 只是对这个信仰呢 其实呢 并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认真 所以最后虽然好像有信仰 但是又没有办法经历这位神 是又真又活的 今天Jason在这边做一个见证 是非常重要的 他要告诉你 不是人只是有信仰而已 而是当他有信仰 你又愿意认真去对待的时候 这位神呢是可经历的 他不只是在读神的话语 或是在祷告上面 你看他拿的那个册子 其实我每次见到他就说 最近怎么样子 他就说神又垂听了他的祷告 现在多少 五十六十 我每一次问他 他就说现在已经更多了 现在是一百 我说他是一百 他说no 现在已经变两百了 现在我听到他是三百 三百六十三个祷告 就是一个人认真的对待他的一个信仰 你就可以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 亲爱的朋友们 我不晓得你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着什么 我不晓得你生命当中的方向又是什么 今天透过Jason的一个分享 他在做一个见证 这位神是真的 是可经历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给你一个邀请 是不是呢 你愿意也来试试看 来接受 来认识这个信仰 认识这位救主 耶稣基督 而且来经历 他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 好不好 你愿意的话 我带着你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透过你儿子所做的见证 我要对现在很多人正在看这个见证的朋友们来祷告 他们生命当中还在彷徨 不晓得方向的时候 主啊 是不是因为今天听到这样一个见证 你帮助朋友们做一个决定 不再彷徨 不再犹豫 今天就做一个决定 来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主啊 是的 当这些朋友们向你敞开心的时候 恳求主你就进到他的生命里面 让他们经历 主 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之外 你是那垂听祷告的主 孩子相信 你乐意成为多人的祝福 你不是只是 乐意赐福给某一些的特定人士 其实阿爸父 你爱世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你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蒙 你所要给他的恩典 感谢你 垂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们 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rmometer Người PRESIDutar